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是男宠比嫔妃更有政治野心 所以女皇武则天最喜欢的男宠都乐意建功立业 封侯败将 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强大 武则天最喜欢的男宠薛怀裔 不仅当助持还同兵打仗升将军 气焰嚣张 全清一时 又因为争讽吃醋闹出了许多风波 让武则天头疼也心疼 最后不得已才处死了这个无知的狂徒 但女皇的继任男宠张昌宗张义之兄弟 非但没有从薛怀裔那里得到教育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肝症乱症 他们借武则天年老多病之时 隔绝外界与女皇的联系 经常假传圣旨排除一几 忘乎执掌朝政大权 二张兄弟的飞扬跋扈 激起了许多大臣的义愤 他们详尽了一切办法 想驱除法办二张兄弟 但无论大家怎么举报关押审讯张之兄弟 女皇武则天都能一一化解 并依然对二张宠罢有加 不允许任何人动一下自己的心肝宝贝 在合法手段已经无法解决这个尖锐矛盾的时候 有人想到了使用非法手段 宫庭政变 而组织实施这次宫庭政变的带头大哥 居然是一个大气晚成八十多次的老臣 那么这个老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场宫庆政变又是怎样的惊心动作呢 而女皇武则天的男宠二张兄弟 又会是怎样的下场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做客百家讲坛 为你讲述戏的节目 女皇武则天第三十集 逼宫长生殿 咱们上集讲到啊 武则天晚年因为宠信二张兄弟 引起了母子君臣关系的紧张 所以呢 在长安年间呢 大臣们本来是想通过司法手段 解决二张问题的 把他们给送进监狱 或者干脆把他们处死 可是呢 因为武则天在旁边百般的维护 最后啊 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那用合法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就开始有人想到非法手段了 有的大臣就想 干脆把二张给杀了吧 那么二张怎么杀呢 能不能搞一场暗杀呢 搞暗杀倒是容易 杀死这两个小伙子 那是几个大汉上去就可以了 可是武则天怎么能饶得了凶手呢 所以暗杀也不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就想了 还不如干脆搞一场公平政变 把这二张处死 同时也让武则天提前退位 公平政变呢 一下子就提上一事日程了 那咱们说 谁这个时候最想杀死二张 或者说 谁这时候最想搞这公平政变呢 我觉得咱们要是看侦探小说的话 就会有这么一个经验 谁的利益受损 谁就有可能是凶手 这样的规律呢 放到侦探小说的话 政治斗争里头啊 其实也是一样成立的 所以咱们这时候就得来分析分析了 如果二张得势的话 谁的利益会受损呢 我觉得呀 有两类人 这利益受损最大 第一类人呢 是李唐皇室 主要成员就是太子李显 夏王李淡 还有太平洞 因为如果说二张得势最后引起武则天传位方针的改变 李显当不成皇帝 那么无论是哪一家哪一姓当皇帝 这新皇帝啊都会把李唐皇室视为自己的最大威胁 一定会要斩草出根 另外呢 咱们上节讲过 张义之张昌宗兄弟 因为逼死了人家李显的一双儿女 女婿还有外孙子 把李显是得罪透了 又因为他们诬告人家太平公主的情夫 把人家情夫贬到岭南去了 把太平公主也给得罪透了 所以呢 二张呢 跟李唐皇室的关系 可以说是国仇家恨 搅和到一块了 彼此是有不共败败偏执感 这是第一类可能利益受损的人 第二类利益受损的人是谁呢 那就是那些反对二张的大臣 古昨天晚年因为生病的缘故 对于朝廷的控制力有所下降 朝廷中呢 就开始分派系了 有的八戒二张 咱们举了好多例子了 有的人呢 就是二张的铁杆反对派 那咱们也说过了 二张兄弟呢 他是两个任性的孩子 牙字必报 快意恩仇 对于不喜欢他们的人 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 那报复起来呀 非常恶毒的 比方说咱们讲过 他怎么样打击魏元忠 那你想想一旦他得势 其他那些反对过他们的人 不也会像魏元忠一样 被他们清洗掉吗 所以呢 大臣 中间的一部分 反对二张的大臣 也是希望看到 二张兄弟赶快下来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两类人物 就成了公平政变的核心力量 那么这些核心力量 究竟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咱们先看大臣这边 大臣这边啊 核心人物 是张简之 这个张简之又是何许人 张简之可是个大气万丈的人 他呢 是生于唐高祖武德年间 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他岁数有多大 是近世出身 但是在唐高宗一朝啊 一直是郁郁不得志 张简之真正得志 那已经是在六十五岁之后了 就是在宰出元年呢 也就是六百九十年 武则天为了建立武洲王朝 第一次开这个电视 开智局 举行电视 那么张简之呢 他当时多少岁呢 咱们说已经过了六十五岁了 他六十六了 六十六岁的高龄啊 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跟着那些后生晚辈 就一块上了考场 一块上了考场之后 还一举高中 从此呢 就着拜监察御史 以后的仕途就比较顺利了 十年之间呢 已经从八品的监察御史 做到了四品的荆州长史 荆州的副市长 挺不错的了 当然呢 你跟宅相相比还小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一个官 可是一般当时都 当时的人都认为啊 这恐怕是张简之担任的最后一任公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已经七十六岁 那咱们说张简之 他的上升之路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开智局给了他一个机会 可是呢 武则天给他机会之后 他已经七十六岁了 就在这个年纪啊 他又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 谁呢 国老敌人节 那是在九世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七百年 武则天呢 就找敌人节 说国老啊 你给我推荐一个人才 敌人节就问武则天 说陛下想要什么样的人才 如果想要文学侍从的话 我看咱们朝廷里多了去了 不用我推荐 那如果陛下想要的是 京邦济世之才的话 我推荐荆州长使张简之 四人呢 虽然年老 但是呢 有在相之才 武则天一听敌人节推荐 马上把这个张简之呢 从荆州长使 着身为洛州司马 从地方进首都 相当于当了北京市的副市长 那这也是一个提拔呀 过几天呢 武则天又找敌人节了 说国老啊 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才吧 敌人节说 我不是刚刚给你推荐了 这个张简之吗 你还没有用啊 怎么又来让我推荐人才了呢 武则天说我用了呀 我不是把他提拔为洛州司马了吗 敌人节说呀 我推荐的可是宰相啊 不是什么洛州司马 武则天一听呢 又把这个张简之啊 提拔为秋官侍郎了 所谓秋官侍郎就是刑部侍郎啊 到中央机关工作去了 那可能有些人就问了 说你不是说武则天知人善任吗 现在这个敌人节反反复复给他推荐张简之 他为什么不立刻提拔他当宰相啊 我觉得呀 武则天这样做是完全符合用人原则的 为什么呢 这宰相是什么呀 那是百聊之首啊 是负责国家全局工作的 所以他必须经验丰富 既要有地方经验 又要首都经验 还有中央经验 然后才能总览全局 所以武则天呢 是想一步一步的来 多考察几年 就这样张简之在八十岁的年纪 终于败相了 可是虽然武则天对张简之有知欲之恩 最后呢 张简之却站到了武则天的对立面上 因为张简之败相的时候 已经是武州王朝的多士之兄 二张兄弟气焰熏天 国家前途未卜 对于张简之这样一个正统的儒家之分子而言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掉这两个小人 被国老敌人姐屡屡推荐 又屡屡得到女皇武则天提拔重用的张简之 在关键时刻 毅然决然的站到了武则天的对立面 他不顾八十岁的高龄 不惧政变失败带来的无穷后患 开始着手准备危险的宫廷政变 八十年的生活经历 给了张简之丰富的政治智慧 按理说 两个侍从精狂的年轻人 绝对不应该是他的对手 但是站在二张兄弟背后的 却是连自己的亲身骨肉都敢杀掉了女皇武则天 接下来张简之会怎样推进政变计划 其中又会遇到什么风险呢 张简之一共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 第一方面是发动官员 或者叫策反官员 他策反的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又与林大将军李多作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人物重要呢 因为这李多作的职位太重要了 他是又与林大将军 当时呢 这个五州啊 中央军事力量 一共是两职 一职叫做北牙晋军 另外一支呢 叫做南牙卫兵 北牙晋军 他的主要职能就是保卫保卫 这个南牙卫兵主要职责 是保卫中央政府 那么这个北牙晋军的最高统帅 就是左右与林大将军 李多作呢 是这两个最高统帅中的一员 如果做通了他的工作 政变就有希望了 那怎么样才能策反李多作呢 李多作呀 他本来是一个少数民族 是默和人 唐高宗的时候投降的 然后步步高升 张简芝呢 就想利用他这个绅士去打动他 有一天呢 张简芝就来找这个李多作 问他 说将军今天您是大富大贵啊 可您想过没有 您这荣华富贵是谁给您的呢 谁最初给了您当官的这个机会 李多作想了想说 那是高宗天皇大帝呀 张简芝一听有门 就说这个高宗天皇大帝的儿子呀 现在被张义之张昌宗这两个跳梁小丑危害 您难道不想去解救他吗 您难道不想做一点什么事来报答高宗的恩德吗 这李多作呀 他虽然是一个粗人 但是他是一个聪明人 他一听马上就明白了 于是他就对张简芝说 说如果相公您所做的事是有利于国家的话 您尽管指挥我 我绝对不敢顾及身家性命 这就等于答应张简芝了 我会给你提供必要的军方支持 策反李多作成功了 这是在军方 在政界呢 这个张简芝 他策反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心情造星还言犯 另外一个是中台右城静徽 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他都是这个张简芝过去的旧同僚 而且他们三个呀 还都受过国老敌人节的推荐 等于说有一种类似于同门的关系 本来就意气相投 所以张简芝一找到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呢 也是凯然隐落 这样一来呢 这个政变的核心集团就形成了 这三个人就是政变核心指挥部的最早的成员 张简芝 还言犯和静徽 这是张简芝做的第一件事 策判官员 张简芝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啊 是加强军方力量 军方那仅仅有一个右雨林大将军李多作 还是远远不够 他要继续充实基层 让李多作下一级的官员们 下一级的军官们也同情政变 这时候呢 张简芝就利用他当宰相 有用人权这个机会啊 把自己的一些亲信呢 就都给安插到雨林将军这个杠位上去 张简芝做的第三件大事啊 是联络李唐皇室 这个政变呢 必须得到皇室的支持 诸杀二章必须打着皇室的旗号进行 否则就是犯上不作乱 那怎么样才能跟这个皇室 特别跟太子李贤取得沟通呢 当时太子李贤每天从玄武门进宫 给武则天请安 那么还言范和静辉两个人不是担任雨林将军 每天在那守门吗 就他们两个结住太子 跟他秘密进行沟通 把这个政变计划啊跟太子协商 这事关太子李贤的利益 所以呢 李贤肯定是欣然允诺 那到这一步呢 张简芝他们这边的工作 基本就就绪了 这是大臣这边 取得了大臣武将的支持之后 老谋深算的张简芝 把视线投向了礼堂皇室 也就是太子李贤 相王李诞和太平公主等人 如果正变成功 女皇武则天 势必要还政李家 那么李贤就可能登上龙位 恢复礼堂江山 因此李贤皇室 应该是政变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大家不要忘了 就在前不久 张长宗张义之兄弟 向吴泽天告密时 李贤为了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不惜逼死了自己的儿子 女儿 女婿和未出生的外孙 那么在此性命攸关之际 太子李贤还敢参与政变吗 而吴泽天最信任的女儿太平公主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再来看皇室成员这边 皇室成员 这时候呢 武则天活着的子女 一共就三个 太子李贤 夏王李诞 还有太平公主 三个人利益一致 所以肯定是精诚团体 那他们都干什么事呢 比方说太子李贤 太子李贤 他是政变的旗帜 政变必须打着他的旗号进行 而政变的最终结果呢 也肯定是让他当皇帝 李贤自己首先 他的这个存在 本身就是发挥作用 另外呢 李贤呢 还给这个政变核心指挥小组 派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他的太子右术子 他太子手下的官 也是宰相叫崔玄伟 崔玄伟也参加到 核心领导小组之中了 那么向王李诞在做什么 向王李诞呢 很早就开始掌握军权 这时候呢 他本人担任左卫大将军 这是南亚的最高领袖 南亚卫兵的头 所以到时候呢 可以由他带领南亚卫兵 来控制政府 稳定首都 那咱们再看太平公主 都干了一些 太平公主的所作所为啊 在史书之中没有任何记性 不过 我个人认为太平公主 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她的作用呢 主要是策反大内里面的宫女 让这些宫女做内应 那咱们不要小瞧这些宫女啊 当年武则天建立那个后宫情报网 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啊 再说了 武则天现在是卧病在床啊 全靠宫女跟他反映一些外面的信息 如果宫女不配合的话 他就是孤家寡人啊 那这也正是太平公主想要看到的结局 所以呢 他就去策反宫女 让他们倒向政变这一边 从而呢 监视武则天和二张兄弟的一举动 那就在这样的一连串的准备工作之中啊 这长安四年也就结束了 转过年来 正月初一 武则天改元神龙 就进入了神龙元年了 咱们俗话说新年应该有新的气象 可是神龙元年呢 武则天呢 继续卧病长生殿 身边只有二张兄弟出入 一点都没有表现出还政太子的意思 那这时候人们就更加紧张了 一旦武则天突然死去 二张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就在这种紧张的心情之下呀 这个政变指挥部终于决定 开始行动 就在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政变爆发了 这个政变呢 按照计划是兵分四路 第一路由张简之和崔玄伟 带领部分进军将领和进军的士兵 去冲击玄武门 控制住入宫的必要的通道 这是第一路 第二路呢 是由李多作也带领部分进军将士 去到东宫迎接太子 把太子迎到玄武门号令天下 然后两路军队一块会合 进入皇宫杀死二张 再逼武则天退位 这两路呢 这是政变的主体部分 第三路呢 是由太平公主策返好的这些宫女 在宫里头给这些人做内应 第四路呢 就是由向王李旦 和他的这个司马元树脊一块 发兵控制政府 进而的稳定整个首都局面 听起来这个政变是天衣无缝吧 可是啊 事到临头 却出了两个岔子 差点让政变会遇待 怎么回事呢 这第一个岔子呀 是太子临阵掉链子 咱们刚才不是说啊 第二路是张简直安排 又与林大将军李多作 带领部分将士去东宫迎接太子吗 没想到呢 这些士兵走到这个东宫门口 太子李显呢 忽然害怕了 他一想起母亲的那个铁腕政策呀 不由得腿肚子发软呢 还想现在虽然是二张在策 我前途未卜 可是母亲毕竟还让我当太子呀 又没有把我废掉 我难道一定要造他的反吗 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呢 这么一想呢 他就不出去了 就在门里不往外走 他这么一不往外走 对外面的将士可就着了急了 你想如果太子不出面 他们不就成了造反了吗 这还了得赶紧劝他吧 这些将领里头呢 有一个人叫王统角 这是太子的女婿 跟太子关系比较亲 就由他来打头阵 他就跟李显说呀 说您看当年先帝 把国家交付给您 可惜呢 您是横遭忧费呀 被母亲废掉了 如今已经23年都过去了 好不容易今天咱们宰相们和将士们同心协力 想要帮您恢复礼堂设计 您怎么这个时候退缩不前呢 请您赶快出来号令天下吧 他这么劝了一阵子 可是这个道理李显本身就明白呀 他不是不明白道理 他是害怕 他害怕他又不敢说害怕 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孝道给搬出来 他说你们说的也没错 这小人呢是应该清除掉 可是现在圣上身体不好啊 万一咱们这个兴兵攻进 吓着他老人家怎么办呢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还是不往外走 那这时候将士就更着急了呀 你想政变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最关键的莫过于时机了 失去了时间就可能前功尽弃啊 这时候呢 有一个将领叫李战 他急的就叫起来了 他说呀 太子啊 我们这些人不顾身家性命 喝出命来要保卫您 您现在难道是一定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吗 你要不出来也可以 你要不政变也可以 请你亲自走出门来 跟我手下的士兵们说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这件事 那咱们说李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在威胁呀 那等于威胁李贤 现在你我还有这些士兵们 咱们都是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 你要是敢出来跟士兵们说 我这政变不发动了 你们回家吧 你信不信士兵敢把你撕了吃了 这个李贤呢 他是一个窝囊人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傻子 他听明白了 这话里有火药味 怎么办呢 没办法 长叹一声 终于走出门去 骑上了那批遭就准备好的高头大马 他刚已骑上去 这些将士们在后面一鞭子就抽上去了 这马就往前就走 然后这个将士就忽庸着李贤 一块往前玄武门这走 那第一个岔子也就是太子掉链子危机 解决了 出师不利 太子李贤的丹气诺诺 差点坏了张贤之的大事 在众人的责问和逼迫之下 未来的皇帝李贤不得不硬着头皮赶往宫宫 那么这场宫廷政变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波折 政变还能够顺利进行吗 已经卧病在皇宫的女皇武则天 有没有杀手锦 而最受女皇重信的张昌宗张义之兄弟 此时又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女皇武则天第三十集 逼宫长生殿 第二个岔子就发生在玄武门这儿了 本来张简之他们带领着部分雨林士兵到玄武门 按他们的想法应该是如入无人之境 因为玄武门的守军左右雨林军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了 可是没想到到玄武门之前 一员大将拦住了去路 谁呢 殿中间田归道 他拜领着千计士兵拦在那儿 那咱们说你刚才不是讲过吗 这个玄武门的守军是左右雨林军呢 这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千计呢 其实是这样的 玄武门那儿主力部队确实是左右雨林军 但是还有一支非主力部队 那就是千计 千计呢 也是北亚军之内的成员 名义上挂靠于左右雨林军 但是他的将领从来都是由皇帝亲自为人 皇帝这个意思很明显 就是让你进军内部互相牵制 那么张简直他们以为 现在左右雨林将军在这儿 你这个千计既然挂靠于林军 你就应该听将军的话 可是没想到呢 这田归道他是个死心眼 他说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我不能放弃 张简直他们就赶紧做工作呀 小之以理动之以情啊 说我们现在是奉太子之命啊 进宫呢 清除小人 请你把你手下的军队一并交给我们指挥 田归道坚决不干 又僵持在这儿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真就这么僵持下去 还真是麻烦 可这时候呢 太子赶到了 田归道一看见太子他没主意了 因为他本来并不是二章的党 他没必要帮他们 他不让张简直他们进去 不把自己的兵交给他们 只是职责所在 可是现在太子来了 这太子是什么人呢 那就是未来的皇上 他得罪不起啊 思前想后啊 这田归道一咬牙 说这样吧 咱们妥协吧 我让你们进去 但是我的兵不能跟着你们走 彼此妥协了 田归道这一放行 事情就好办了 将士们就顺着玄武门 就冲进宫里头了 冲进武则天睡觉的庆宫 迎仙宫了 有些宫女但是一看有士兵来了 回身就跑 想要回去报信 太平公主早就策反了一些宫女 在这准备着了吗 一刀就把这些准备报信的宫女给通死了 没有人知道外面杀生了什么 士兵们接着往里走 这时候呢 张一之张康宗兄弟还在睡觉 听到外面有动静 赶紧披衣起床 刚走出门 就被士兵杀死在外郎之下 杀死了二张兄弟 这个张简之他们就带兵 进入了武则天的寝殿 长生殿 武则天是老年人 睡觉本来就清 听见有动静了 就把头抬起来 抬起头一看 只见一片刀光剑影 他就问 是谁在兴兵作乱呢 一个苍老的声音就回答他呀 张一之张昌宗兄弟谋反 臣等奉太子之令诸之 因为害怕泄露消息 所以事先没有通报陛下 我们擅闯恭敬 真是罪该万死 谁在说话呀 张简之啊 这话呢 虽然说我们罪该万死 可是口气相当的强硬啊 武则天看了看 这个跟自己同龄的老头子 没有说话 转过脸去 看着太子李显说话了 说原来是你太兵杀人呢 那现在人已经杀了 你就回东宫歇着去吧 武则天这是胡老鱼的一在呀 太子这个李显一拼呢 又是吓得腿肚子发软 还真拔腿就想走 他这么一想走 还言犯在一边拦住了 还言犯说了 太子还怎么能再回去呢 当年天皇把太子托付给陛下 现在太子已经成年了 应该继承作业 我们今天就是要奉太子当皇帝的 希望陛下您立刻传位太子 武则天一听 不是那么回事了 转眼又一看呢 又看到了将军李战了 他就问 说你也是诛杀一只兄弟的将军吗 我代你们父子不博呀 你今天怎么会这样做呢 那咱们说李战是谁呀 他就是当年武则天的第一个拥护者 李义甫的儿子呀 所以武则天这样问他 那么李战呢 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候武则天呢 又转向这个崔玄伟了 他说呀 别人当宰相呢 都是有人推荐 只有你崔公 那可是我亲手把你提拔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呀 怎么你也会在这里呢 崔玄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他说呀 我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报答陛下呀 他这么一说呢 武则天没有话说了 重新躺回了床上 闭上了眼睛 那到这一步呢 政变的前三路都已经顺利结束战斗了 第四路 项王和袁树锦那进行的也非常的顺利 很快就控制了中央机构 把这个二张兄弟在中央机构的党羽都给逮捕了 然后呢 这些啊这个进军的将士们又来到了张一之兄弟的豪宅之中 把他们的三个弟弟也给逮起来了 把脑袋就给割下来了 然后这五个兄弟的都消首 全挂在天津桥头市中 这张家兄弟平常也是作为作福啊 老百姓恨透了他们 所以呢 在这挂了一夜他们尸体上的肉都被老百姓给刮干净 那当年武则天任用库利来俊臣的时候 其实也激起过民愤 只不过呢 那次是武则天自己纠正了错误 可是这一次历史没有给武则天机会 没有能让他再一次自我就错 神龙正变就这样结束 那咱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评价这个神龙正变呢 我个人认为啊 咱们至少能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神龙正变 他直接针对的对象就是张艺之张昌宗兄弟 对于大多数参与政变的人来说 政变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二张兄弟 对于政治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 至于说啊 让武则天提前退位 那只是政变的一个副产品 主要针对的不是武则天 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武则天当时既定的政治目标 就是回归李唐王朝 政变没有改变这个目标 相反政变是让这个目标提前实现 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 政变呢 其实是反对二张的大臣 还有受到威胁的李唐皇室 合作的场合 在这场合作之中呢 其实大臣之中的核心力量 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张典之 还原范 敬辉 袁树吉 崔玄伟 这些人在政变之后都立了大功 封为王 成为一个异军突起的势力了 另外呢 向王李战和太平公主 在政变之中也立了大功 势力也有很大的提升 还有呢 因为政变本来针对的不是武则天 所以武则天娘家的人 武家在政变之中并没有受到冲击 所以说政变之后啊 恰恰是一个群雄 并起的时代 李显当了皇帝 他必须面对的是种种都在崛起的势力 换句话说他这个皇帝不好当 但是无论如何呢 神龙政变 他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结束 那么政变之后的武则天 又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他多少年的铁血统治 难道就要这样黯然收场吗 请看下集 请看下集 请看下集